大家好 我是你忙的喵哥 我们湖南时隔几年又下大雪了 由于南方下雪下的比较少 所以大家雪天的驾驶经验不足 今天一早我就发现群里面都在发出了很多交通事故 尤其在这个旺杰利高架上 高架上速度开的快 平时大家的开60-80 下雪了大家也按这个速度开 那不时就怪了 所以今天喵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雪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件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早上起来 你在开车之前 如果说雪下了比以后 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你的车牌 像这个样子的 站路之前车牌本身就已经被大压城车轨折了 这都看不见了 这种情况下是有故意遮掌的嫌疑的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车牌先清理干净 前后车窗积血 尤其是后窗 我发现很多司机后窗的积血它不清 这样的话导致整个后窗的视线基本上为零 你要知道雪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路滑 车子刹不住容易侧滑 如果你后面跟大货车它刹不住的话 你自己又没发现它把你追尾了 装成柄了 然后再把侧窗和后窗性的血清理干净 尽量把玻璃上的血都清干净 在外接冰之前清了 如果等到晚上它接了冰了 你清起来就很麻烦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 假如说我们到了早晚开车上路的时候 尤其是雪天 因为早上其实天然能见度不太好 晚上到了下午三点钟 就能见度不好了 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吝啬你的车灯 建议大家把你的车灯开起来 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因为能见度不好 发现很多车子没开灯 尤其你的车子还是那种跟雪的颜色很接近的 不开灯的话 在下雪的情况下识别度不太好 容易导致这个盘胶的事故 第三个呢 对于南方的实际朋友来说 我们平时用的轮胎 基本上都是这种四季胎 这种胎呢 它跟雪地胎的区别很大 因为它的排雪能力 以及它这个低温的这个暖性 以及轮胎的花纹 它跟这个雪地胎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雪地胎的话 它的这个排雪槽非常好 而且呢特别暖 再加上雪地胎 它的花纹是真正的雪地设计的 所以它在雪地上 它的性能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这个台突然碰到雪地的话 那么这个台的负责力很差 特别容易打滑 所以呢 针对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拉大行车距离 在四局面至少要长一辈子的距离 第二点呢 尽量不要变道 如果你非得变道的话 那确认在煤车的情况下 小角度的切路 一定不要发现打大了 因为雪天行车的时候 几个车道 车道与车道中间 它是有堆的有一堆雪的 就是被车里面压着几个里面的雪 这堆雪很滑 你变道稍微变不好的话 直接就车滑过去了 车就刹不住 第三个呢 起步和刹车的时候 一定要采取这个轻楼 轻楼轻楼啊 千万不要按照平时的这个习惯 这么大脚 因为你起步的时候大脚 它就打滑 一刹车的时候一大脚 车子就直接就刹不住 直接咔咔咔咔 就滑过去了 所以一定要采取打方向温柔 起步刹车 都要温柔的做法 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保证 车子即使打滑 它也不会说控制不住 第四点 在上下坡的时候 它是特别容易反映加速度的 所以比平路的跟车距离 更加达达达 而且建议大家在这种档的话 我们一定要切换成这个走动模式 用一档或者二档 建议大家就用一档就可以了 上坡或者下坡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打滑 而且避免车的转速很高 然后档位很高 打滑打得更加严重 尤其在下坡的时候 通过刹车和档位一起配合 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一直打滑 假如说不幸突然打滑的话 那么你的车子往哪边滑 那么你就可以往它的侧方向 稍微打点麻烦 这样的话有助于一直打滑 第五点 大家一定要掌握跟车技巧 除了跟车距离之外 跟车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前车的车折硬去走 因为下雪桌路面上都被雪给覆盖了 假如说游个坑啊 岸冰啊什么的 你自己不晓得开过去 直接打滑了 所以跟着车折硬走 是最安全靠谱的做法 第六一个呢 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 尤其像南方跟北方不一样 到了晚上10点钟之后 基本上气温下降 再加上到了晚上这个路面 没有人去清理了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50点钟之后 就不要再出门了 你看现在南方 现在这个地面上的雪 现在呢 因为地温比较高 雪下下来之后 下面这一层就化成这个湖状了 这个时候到了网上气温一下来之后 下面全部结冰 然后上面呢 下了一层保温的雪把它盖住了 盖住了 但是下面这层是结冰的 你要是这个时候这个出门的话 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所以呢 从网上10点一直到早上 八九点钟这个时间段 大家出门呢 都要特别特别注意 最后一点呢 假如说自己的车子 不幸在雪地上被困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脱困的时候 建议大家把你的这个ESP关掉 因为你的ESP开启的话 基本上雪地脱困是脱不了的 关掉之后 如果还脱了困了 可以用些草木灰呀 一些增加磨砂的材质 颠到轮胎下面 这样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脱困 好了以上呢 就是这个喵哥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在南方地区 由于下雪下的比较少 大家突然看下雪 我都特别兴奋 我都忘雪了 哈哈哈哈 忘雪了 但是实际上你这个是开车出门的话 没有经验 很容易发电交通事故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 讲的对女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他管主 大雪天的这个拍视频 不容易对不对